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5日 星期六 今天疫情的數字相當嚴峻 確診的數字有351宗 而且絕絕絕大部份都是本地感染 有340多宗 而且暫時有160多宗 都是源頭未明 正在追蹤 即是說無論確診的數字 和源頭不明個案 都是有創新高 所以情況都相當嚴峻 事實上今天有兩個情況 關於疫情 很值得大家留意 都間接顯示到嚴峻的程度 首先 第一個 連禮賓府 林鄭住那裡都中招 不要誤會 不是禮賓府裏面有人確診 只不過是污水出現了陽性 也不要誤會 不是獨獨禮賓府那棟 這個住宅 出現污水的確診 而是整個山頂道 馬幾仙峽道 和紅綿道那裡 那裡出現了污水系統 檢測陽性的樣本 不過政府 新聞處自己出的 範圍圖 整個 究竟現在出現 陽性污水系統 是覆蓋 範圍覆蓋什麼的建築物呢 包括禮賓府 禮賓府入圍 但是也有包括另外很多的建築物 例如 英國領事館 美國領事館 都在期間 所以你見到 那個覆蓋網 都是越來越廣泛 現在這些有陽性樣本的 地區 我覺得這件事 值得留意 首先如果出現污水 系統那裡出現陽性 現在是有不同的處理 例如如果你真的在那棟大廈裡面 發現 有陽性的污水 是嚴峻一點 就要 遺風 好像今天也有 出現這種情況 包括 屯門的大興村 沙田的 新翠村 都有一些樓宇 是在那單樓宇裡面 污水驗出了陽性 專家說 顯示 住在樓宇裡面 應該是有隱形的 傳播者 所以就要 在那裏 遺風 由今晚到明早 這些是最嚴峻的 但如果是相對 大範圍 在一個系統裡面 驗出了污水陽性 還未確定是哪一棟建築物 所以暫時 以現在其他的處理 就不是要 那麼大範圍的人 都 封區 但是會要求那個範圍裡面的人 去做 強檢 要在指定時間裡面做檢測 如果 因應今天的情況 林鄭 確實要做檢測 因為她住在禮賓府 我覺得 今天出現這個情況 有些的諷刺就是 因為林鄭昨天在記者會上 又被記者問她 為什麼現在疫情這麼嚴峻 好像打到來打仗 但是你 仍然去記者會那裏 不戴口罩 會不會是 將 出席記者會記者的風險 置於不顧 亦都好像 不是很 對 但林鄭面對這個問題 仍然是死撐的 就說 我是有去做 快速測試 我經常都做的 好像天天都做的 所以我確保自己 不會有 傳播的風險 在她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今天就出現 連禮賓府都中焦 雖然不是在禮賓府裡面 驗了有陽性的 確診者 但是她真的在污水系統裡面 都入了一個中焦的大範圍裡面 好像有一些 令到市民覺得 喂 即時刮你一包 因為有些事情不是你自己做到多防備 就真的會沒事 其實在這個疫情裡面 市民都知道 有時候 我怎麼知道我進去一間餐廳裡面 原來餐廳就有人中焦 就算我不出街 我在家裡 我怎麼知道原來在大廈樓上樓下 有人中了焦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事情 當然 做到足就好一點 事實上那些專家都 已經建議林鄭 作為一個領導者 其實應該以身作則 如果你想市民戴口罩 你就自己戴口罩 你沒理由說我想市民戴口罩 做好防備 但我自己又說 我這樣又沒問題 那樣有問題 我就不用戴了 給大家感覺 所以 就有些自相矛盾 所以 我們就看林鄭 究竟今次撐到多久 不過 事實上這個大家都很明白 她的性格 就是喜歡死撐 這個第一點 值得 疫情值得大家留意 第二點 我覺得都是顯示 現在的疫情 好像去到一個風聲鶴淚的情況 今天 很多銀行 都出來公佈 星期一 因應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就會有很多的分行 都會暫停服務 譬如中銀 就 山門山最多 現在 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不知道稍後會不會有更多 星期一開始 有51間 中銀的分行 都會暫停服務 匯豐 東亞各自說有15間分行 星期一會暫停服務 我看到渣打也有些宣佈 恆生也有宣佈 但恆生那些好一點 暫時說 星期六 可能關門 一至五 我看到她暫時出來公佈 就沒有說一至五 會關門 分行 這些 連銀行 都說因為疫情不開門 你說 給大家的感覺 我真的好像打到來 不過 對於銀行 現在要因應疫情 減少分行數目 現在有很多家都說星期一開始不開門 我自己 有些 保留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香港這十幾年來的趨勢 越來越多人 會在網上 做銀行服務 去到實體銀行 的人 早已越來越少 這個趨勢確實是這樣的 不過越來越少 不代表沒有 事實上現在還有很多人 需要去實體銀行 最主要是包括 長者 以及 不懂或不習慣 用網上銀行服務的人 所以 他去 這些銀行 去實體銀行 是有 存在的需要 現在 你說因應疫情 要減少分行數目 但是 必須要留意 如果需要去銀行 要服務的人 其實他不會因為疫情 不需要服務 例如 那些長者 要去銀行 拿錢 他仍然都去拿錢 不然他可能 生活不了 他不會按機 所以 其實你現在 關了一些 分行的 部分的分行 這些需要去實體銀行 需要服務的 要服務的 市民 他可能會迫到附近 其他分行 你可能 非常不方便 這些市民 他可能 不可以在當區 去最近的銀行 他可能要乘車 去遠一點 周居勞動 這個周居勞動 本身 已經是 人群聚集的過程 跟著他去到那間銀行 因為原先這間銀行 本來可能服務一區 但這間銀行 可能要服務幾區 因為 其他區的 銀行都關了門 所以 其他市民都迫來這區 所以他也會令到 人群更加聚集 而風險 反而更加大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對話現在因為疫情 要這麼多的銀行 要暫停服務 我就有保留 事實上我也有另一種擔心 剛剛我都說過 其實在這十幾年的趨勢 越來越少人 去實體銀行 但仍然有 本身很多銀行 因應著這個情況 也想減散成本 銀行也是想 減少分行的數目 因為那裡是 一個很大的開支 他覺得如果大家都轉去 按櫃圓機 他就可以聘請少些人 可以省些錢 所以 其實已經 不停想減少分行數目 但是 這個問題 其實社會輿論 會 渴停它 不可以太過份 你是可能 因應情況 各樣可以減少 但你不可以減到 不可以太過份 因為始終還有一班人 需要這些實體銀行 服務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 說這麼多銀行 要出來 因為疫情 減少分行數目 我就擔心我的借的意 因為你 習慣了 那裡 停下 一天停下一個禮拜 停下一個月 會不會 覺得其實都沒什麼需要 大家都習慣了 不如我就直接 順手關上那間銀行 這樣的影響 不僅是 市民受影響 想要銀行服務的市民受影響 亦都是 銀行職員 其實 稍後是否會有機會 被開刀 被裁員 我覺得這些情況 都是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它確實 現在這麼多銀行 說 因應 疫情 暫停的分行 銀行都要關門 它就真是營造了一種 很緊張的氣氛 令你覺得現在疫情 是相當的嚴峻 所以 市民都要 確實都要留意 始終這個第五波 來勢洶洶 現在的專家 都說 好像看不到 暫時 看不到盡頭 所以 很多事就要自己 去保重 昨天 我去 講過這個抗疫措施 當中 提到 昨天政府出來宣佈 要做這個 快速測試 我自己對這個 是接受的 不過我看到 有些網民 有留言 提出質疑 既然快速測試 都代替不了 核酸測試 現在 全民都派這些快速測試 會不會浪費公帑 因為始終公帑都是市民的錢 在這裏 我想補充一點 我的點是 其實這些快速測試 雖然它不能完全替代核酸測試 我昨天說過 但它也有一定的準成度 所以就算在政府未派這些快速測試 現在市面是有得買的 我認識身邊的人 或者我聽聞一些情況 其實也有很多人 早已經去買這些快速測試 他要來做什麼呢 譬如舉例 他要去買一些場合 他 他真的不想 一旦自己原來中招會影響其他人 可能他去這些場合 他就自己做一個快速測試 起碼都 求個安心 同樣他去了一些 不得不去一些高危的場合 他去完回家之後 也可以馬上做一個快速測試 因為這些快速測試 我昨天說的 都有八九成的準成度 如果真的有 出現情況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 去處理了他 是 沒錯 快速測試不是百分百代替到 核酸的測試 但是起碼 你就 在可能的範圍裏 你可以 做到多少就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幫到手 所謂浪費公帑 如果 買這些核酸測試 既然市民有很多都會買 昨天林鄭說要買一千萬劑 一千萬劑 一千萬劑 基本上出的成本 大概是一百元左右 但政府集體採購 他估計會更便宜 我看到有些報紙 訪問機構 可能是 幾十元左右 可以買到 當然便宜 現在我們在市面零售 看到的售價 我覺得 他用了這些錢 去買給市民 如果那些東西 都是 給市民用的 就算我不用 我拿了之後 我不用 我給我家人 或者 想用的朋友 我覺得 如果公帑 是用 我覺得的原則就是 公帑用在市民身上 我最喜歡 就是 用在市民身上 就好過高官去亂拼 所以我當然都會很支持 陳茂波財政預算案 繼續 要 回水給市民 最好現錢 但退而扣其次 消費券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好 就 這個就是我的基本的看法 所以我就回應 網上 昨天有些留言的市民 跟大家去討論這個問題 歡迎大家再提出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的時候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可以繼續 再去討論的 總之都是一句 疫情都是嚴峻的 所以市民要 自己小心 好好保重 談到這裡 拜拜